刚刚我们讲的这样一个 阳光中文平台这个项目呢 里面唯一的一个支持点呢 就是我们定义item该怎么定义 然后怎么去用它 以及我们的meta该如何去使用 大家可以发现 定义item以及使用meta 都是非常简单的对不对 唯一需要做的是就是item 我们在保存在MangoDB里面的时候呢 需要使用Dict强热型转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这样的支持点 就是前面我们在scrap里面 一直看到它里面有很多debug信息 当我们启动成型的时候 我们立马出来一坨 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为了演示这个现象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warning给它关掉 那关掉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 把这样一个 allow domain给改一下 改成1对吧 加个1在后面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程序重新跑路起来之后呢 这个程序是什么样子的 顺便给大家演示一下 当我们所写的allow domain 跟我们要爬取的u2记址不一样的时候 这个程序会报什么样的错误 看到错误了吗 大家 在哪啊 错误 是不是在这啊 演示一下这个错误 这个错误呢 说明大家以后会遇到很多很多次 filtered of set request to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域名 被我们的allow domain给filtered 被过滤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域名不满足我们这个域名 对不对 我们要跑到这个域名下面的 而现在要跑到这样一个域名下面的 所以它是不满足的 所以会被过滤掉 明白吗 所以先减除一下这个内容哈 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里是个gebug 它并不是一个error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allow domain 设置成warning之后呢 可能我们就看不到这个内容了 效果就是程序从前往后跑 跑完了就结束了 没有任何现象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 就要需要考虑的是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debug给打开 看一下它里面的输出 看了之后呢 给它输出呢 决定到底是什么原因 早就我们程序没有任何现象了 对吧 所以在这里呢 当我们把它改回去之后 肯定就好了 对不对 这是这样的错误 我觉得错误呢 大家可以记一下它 后期呢 肯定会遇到很多次 那么接着这个机会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日子信息 首先第一行 Scrappy 这是什么意思呀 Scrappy 开始了 对不对 Overriding setting 重写的setting设置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在settings PoI里面自己写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user identity 是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呀 比如说robots obey 就是我们生成模板文件的时候 这里面都存在了 对不对 这些内容呢 当我们在setting里面 多写些东西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在这个 overriding setting这个地方 这相对于说 我们在它fund的基础上呢 默认的修改了一些东西 它都会展示在这里 然后下面还有什么呢 下面还有什么 enabled extension enabled download middleware enabled spider middleware 这是什么呢 extension中间键 extension加上下载中间键 加上爬成中间键 那都是scrappy 在默认情况下 开机起来的一些功能 中间键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那这个插件的extension 就是插件的意思 这个插件呢 也是我们scrappy 默认情况下开启起来的 那当然了 我们自己也可以定义中间键 定义之后呢 我们可以像开启pipeline一样 把它开启起来 就是setting里面把它取消 注释 等下我们讲setting的时候会讲 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我们不是没有去写吗 对不对 确实没有去写 这是我们scrappy 默认的就会开起来的一些 插件或者说是中间键 这些中间键的或者插件的 都是对应的有些对应的功本的 比如说这个talent console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scrappy 提供了这样一个 talent的命令的这样一个功能 对应的话呢 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talent console listening on 这样一个地址 我们可以通过talent的命令呢 连接这样一个 ip的和端口号 去调试我们这样一个scrappy程序 让我们scrappy程序 比如说暂停呀 或者启动呀 或者恢复呀 等等都是可以的 但这个呢 我们经常用的并不多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它做的事情呢 就是可以调试我们的程序 但我们经常不会用它 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还有很多midware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user agent的midware 这我们的这样一个 pattro呢 scrappy呢 自己定义的一个midware程序 它可以干什么呢 自己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这样一个 请求的添加一个 出手化的midware 比如说这个retry呢 就像我们之前用的retry 或者一样 这我们scrappy实现的 让我们请求完一个ur记者 如果请求失败了 会让它多请求几次 这些功能它时间都有 比如说retry的也是一样 如果说请到ur记者 重立一项 那么scrappy就让它 重立一项一次 这功能都是有的 那么这是关于 我们的extension 或者midware 或者说spidermidware 这一部分内容 那这部分内容 其实和我们的什么呢 和我们的pipeline很像 大家看到 pipeline也是在funware里面 对不对 我们启动pipeline 我们刚刚启动了一个 所以这个内容呢 就展示在了 这样一个pipeline下面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写两个pipeline 这个地方就有两个pipeline 那对应呢 是在这个setting里面了 还记得吧 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看 前面是不是有这个extension midware 以及spidermidware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 启动我们一个midware 它也是一样 会添加到我们 这个midware里面去 明白吗 就跟我们启动 我们的pipeline一样 启动一个 那你就会多一个 如果我们不启动 那就是空列表 明白吗 这个地方之所以有这么多 是因为我们scrappy 默认会启动这么多 中间键 来帮助我们做一些对应的 一些功能的实现 如果我们自己 后面也会讲 如何去定义我们的中间键 定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进去 它就会出现 对应的这些位置 然后之后是什么呢 spider open的 就是我们爬中开启起来了 注意一下这个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 我们后面会见到 爬中开启起来之后呢 就开始进行统计的 统计什么呢 统计抓起来的页面数 抓起来的这个item的数量 对吧 当前由于刚开始起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肯定就是领到 对不对 那么talent刚刚也讲过 这是我们scrappy 提供了这样一个 talent console这样的插件 提供的一个功能 能够调出我们的程序 然后后面这个debug 比如看后面这些内容 是什么呢 肯定就是请求URG的 对不对 它最开始我请求什么呢 请求robots叫tl7 为什么最开始我请求robots叫tl7呢 因为在City里面 有这样一行设置 就在这个地方 robots obey等于true 这是什么意思呀 遵守robots协议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自己改的 让它不遵守 就改成for最好了 默认情况下它是遵守了 对不对 那么遵守的话呢 所以最开始它就会请求robots的tl7 只不过在这个阳光 政府平台这个网站呢 它是没有robots文件的 所以它就 请求不到 对不对 请求不到 它就重新向到哪来 重新到aero404了 对不对 所以它对呢 就请求aero404 对不对 把这个页面请求成功了 那么它接着开始请求什么呢 请求我们的主页 对吧 我们第一个 这个页面是什么呢 是我们star的URL地址 对面的URL地址 对不对 star的URL 你们的URL地址 请求它 200成功了 成功之后呢 为什么这个地方 马上报错了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请求这个URL地址成功 成功之后呢 它是不是要做后面的事情啊 是不是要勾到这个请求啊 在这个请求的时候 它发现 这个地方的URL地址 和我们的allot名不相符 所以这个地方 报了这样的错误 那我提就来了 为什么最开始 它请求这个URL地址的时候 它没有报了 为什么还报了个200呢 准备它要请求成功了 对不对 为什么它没有报这个 filter的office request2 这个错误呢 因为之前我们是不是讲过 StyleUR 它是不是不会经过allot名过滤啊 为什么它不会经过allot名过滤呢 因为后面呢 我们在讲原本的时候呢 我们会来讲 为什么它不会过滤 在scribe里面实现 就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它都会被它过滤的话呢 我们程序 一个UR地址成功 程序里马都全部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为了让我们看一些现象 估计 scribe的作者呢 在这个地方 让StyleUR地址 不会经过我们的allot名过滤 是有的 对吧 或者说压根就是 这个一个入口 这个入口呢 就是不满足我们的allot名也是没有关系 但是只要其中的URG呢 都满足我们allot名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涉及的就是 StyleURG 可以不满足我们的allot名这样的规律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程序结束了 对不对 就是提示我们closing spell正在关闭爬虫 对不对 下面是什么呢 下面是关于scrap状态的一些统计 比如说什么呢 就是downloader的一些统计 看见吗 这是什么呢 这是log的一些统计 这是什么呢 这是调入器的一些统计 对吧 还有overset的一些统计 offset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的offset 对不对 offset 那比如说它告诉我们 一共请求了几个URG 一共三个 对不对 请求了自结束 一共是969个 这些捆出来了 对吧 response的响应个数呢 也是三个 对不对 log的个数呢 5个 info的个数呢 7个 对不对 内存的占用最大值是这么多 然后开始的时候呢 内存的占用是这么多 对不对 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呢 请求的最大程度是1 对不对 然后呢 response receive the count 结束了两个响应 然后呢 调度器入对多少次 出对多少次 对不对 也都是1 对吧 然后统计一下这个时间 开始的时间 还有这个地方 结束的时间 它就写得非常清楚 对不对 然后告诉我们 盘中结束了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带大家 看一下这个日志呢 虽然这个日志比较多 对不对 但是大家其实可以发现 慢慢的看的话呢 也没有太多东西 也就是一些信息的给展示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后续看到 这个debug信息的时候呢 不要感到头大 对吧 那当然了 这一部内容呢 我们也把他们的东西呢 放在我们这个课件上面去了 所以大家下个课后呢 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每一条内容呢 都是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 不用太关注了 对不对 主要关注什么呢 关注我们的错误就可以了 那或者说呢 关注我们像 这种错误也是可以的 那其他地方呢 其实没有必要关注 那偶尔再需要关注什么呢 关注这个请求 是否成功的 还是重立项了 关上这个就可以了 其他内容呢 其实没有必要管的 对吧 这是关于debug信息的认识 对吧 好